嗨,大家好,歡迎來到小花廚房 今天我們要來做花生麻糬跟芝麻麻糬 首先準備糯米粉200克 鮮奶230克 砂糖15克 鹽1 4茶匙 花生粉50克 黑芝麻粉50克 砂糖10克2份 將糯米粉倒進較大的碗中 以及砂糖 鹽 鮮奶 用湯匙攪拌均勻 一直到看不到粉末 很柔順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放進電鍋 外鍋放一杯半的水 蓋上鍋蓋 壓下開關 等待時間可以先準備抓麻糬的容器 用一匙的植物油抹均勻 電鍋跳起就可以把麻糬裝進去 蓋上保鮮膜等待冷卻 接著來準備花生糖粉 將10克的砂糖倒進花生粉裡面 攪拌均勻 芝麻粉一樣跟砂糖攪拌均勻 等待麻糬不燙手 小心抹一點植物油 把麻糬拿起來 捏一捏 要小心麻糬可能裡面還是燙的喔 再打一打 這樣能讓麻糬變Q彈 大概3-5分鐘就可以了 QQ軟軟的 而且很有彈性 捏麻糬可以用拇指 食指將麻糬圈在虎口 捏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分割自己想要的大小 而且這個步驟很療癒 可惜 麻糬一顆一顆的很萌 先鋪一層花生粉防止麻糬黏住盤子 將捏好的麻糬放到花生粉裡面沾滿滿的花生粉 這樣今天的花生麻糬就完成啦 芝麻麻糬也一樣 來開動吧 花生麻糬軟軟QQ的搭配滿滿的花生糖粉 好夢幻好好吃 超幸福的 芝麻麻糬也超棒的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的影片 二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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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位